离合 刹车 油门 刷箱牌 这个呢 挡杆啊 开始吧 其实怎么练呢就怎么开 秦烈 你坐稳点 干嘛呀 安全带 拐弯 再来认识一下倒车 来 这位借我一下 倒车 先看倒车镜 离合 倒打 记住 打几把轮 回几把轮 打 回 来来来 我们先倒车 等一下教练 我拿个电话 喂 老王啊 你儿子回来了 你儿子要跟我姑娘相对下那事啊 我跟我姑娘说了 但是我觉得我姑娘看不上你儿子 嗯 行 那先这样啊 嘿 好了 来 继续教练 来 你说大哥 咱架线那么好的条件你不去练 你搞家练 你不知道教练 我姑娘啊不让我学车 我通常把你请到家里来的 如果要是让他知道了 肯定得给我翻脸 啊 他那个脾气可大了 可以吗 那赶紧练吧 快点来来来 咱们继续 啊 倒车啊 倒车 完了啊 我姑娘提前回来了 那咋让我 教练的啊 你赶紧走 那我走了啊 等会儿 啊 不能走门 以后撞见了 啊 从窗户 快走 帮我把凳子烧一下 行行行行 哎呀大哥 你咋还没走呢 你这谋杀呀 你家16楼 你让我跳窗户 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 别给我整漏了 不整漏 一定要把我兜着 我想办法 给你找个机会 让你走 让我走 然后拜托了教练 行吧 拜托了拜承 爸 你咋不跟我开门呢 我俩练太急呢 这是谁啊 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王叔家那个儿子 要跟你相对相 这不来了吗 来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张展鹏 爸 我王叔家的孩子 咋还姓张呢 什么 你姓张吗 我本来也姓张啊 这个孩子呀 从小啊 是他姥姥带大的 所以为了纪念他姥姥 姓张了 这什么 你俩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啊 坐坐 展鹏呢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是教练 教练 啊 啥教练呢 大哥 大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孩子 随他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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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不是这事 她跟我说 她是教练 健身教练 哎呀 这个健身教练 你看看她的体格吧 哎呀 我的天哪 健身的 这啥子体 这健身教练 这体格看不出来呀 我是教瑜伽的 瑜伽 对 他叫水产上班 教瑜伽的 这点瑜伽呀 不是瑜伽 是瑜伽 瑜伽 那行 那你明白就得了 那你俩聊吧 你是瑜伽教练 我也特别喜欢 你做几个动作教教我呗 做几个动作 你不是会吗 你不是会 那个 那我就教你一下 这个瑜伽呢 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坐姿 做好了以后呢 这个手就得放在档位上 档位 把位 把位 把位呀 对 瑜伽不得有把位吗 是吗 一位 二位 坐姿 把位 脚就得放在离合上 离合板 这个脚啊 就得灵活呀 灵活 灵活 这个瑜伽身体柔韧性得好 那老师 你柔韧性一定特别好吧 你下个岔呗 下个岔 你自个儿说的 是一个出击者 叫下岔不好吧 我这下岔你这个 是这样吗 太对了 来 牧师前方啊 哎呀 悟性太高了 我得走了 再不走就给我悟出来了 赶紧走 他有事呢 他得赶紧走 谁呀 老高啊 我是老王 呀 我王叔来了 展鹏 你爸来了 谁是我爸呀 你王叔是你爸 你好啊 小的 你俩干啥呢 你看这大鼓好看不 哎王叔 你儿子也来了 我儿子来了 在哪呢 那什么 那啥 你俩先聊一会儿啊 来我跟王叔说两句话 来来来 上王叔 你看这个大鼓 你看 你咋来了呢 孩子 孩子的事是大事 我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现在孩子的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我姑娘不让我学车 结果我把教练呢 请到家里来的 结果他早回来了 他要是发现我学车呀 他肯定得给我翻脸呢 所以呀 我说这个教练 是你儿子 跟我姑娘相对上来了 你说他是我儿子 对 一会儿啊 你就演他的爹 行不行 那不行 完事啊 我想办法 给你俩支走 之后呢 你儿子和我姑娘的事 包在我身上了 那行 明白没 明白了 来 他明白了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女儿 爸 我跟我王叔认识 认识 认识好 这个 是你爸 爸 这个 是你儿子 张展鹏 你咋想的呀 我儿子能姓张吗 我不是姓王吗 对呀 你老伴 不是姓刘吗 对呀 你岳父吧 也姓刘 对 对 你岳母 姓张 不是 我岳母 现在就得姓张了 所以 孩子为了纪念他老 姓张了 明白没 滴水不漏 我先走了 王叔 你这才刚来走啥呀 不是 你有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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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咱们都多少钱没钱 坐一会儿啊 他不让我走 孩子 给你爸喝点水 爸喝水 谢谢儿子 爸 我咋感觉 他俩像不认识似的呢 什么 不认识 那怎么可能呢 这爸不认识儿子呀 你俩咋不认识 咋的呀 你俩 哎呀 哎呀 儿子 爸 爸 爸 我俩特别好 我俩认识 喂你爸吃点水果 爸吃橘子来 不是 爸吃香蕉 孩子 我糖尿病 哎 战鹏 你爸糖尿病这事 你不知道吗 爸你糖尿病 我咋不知道呢 刚得的 刚得的 这个病 对对对 早上尿着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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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 石锅也吃不了 咱们落点别的 哎 那个老王你 老伴 他还还 他还还留意 是不是身体不大好啊 身体不错 对呀 前两天不说 腿舌了吗 听谁说的 那么照我媳妇呢 怎么回事 你不得回去照顾着我 腿舌了吗 回照顾着我 舌了 舌了 那个腿舌了 我得去照顾家里有事 我们就先走了 走啊 快走 孩子留步啊 谁呀 我 你留意 我留意来了 展鹏 你妈来了 不是咋的 这咋是谁来的 谁家的 兄弟 正好 你们这一家三口全齐了 啊 我儿子也来了 来了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来来来 你咋来了 不是说给咱儿子介绍对象吗 我来看看 我先给你介绍个儿子 是这么个事 老高头呢 在家通摸学车 请了个教练 他姑娘不让 然后给堵到屋里了 他呢就说这个教练 是咱儿子的 相亲来了 听见没有 那脸牌也不像你 必须得听他的 要不咱儿子那个事 就得黄 知道吗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现在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关键是这小子 姓张 你知道吧 我给你理一下他为什么姓张啊 首先呢 我姓王 完了 老高 姓张 刘姨来了 那个啊 是这么回事 你妈呀 姓张 我妈 现在得姓张了 这孩子啊 为了纪念他老 所以 他也姓张 明白没 明白了 帮我圆过去 行 行 我儿子 我儿子 姓刘姨 你腿不舍了吗 我腿舍了 对呀 不你跟我说的吗 前两天下大雪 把腿干舌了吗 舌了 是前两天摔一下的 舌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